零岁前扫了一下新闻 看到了一个笑话 证监会的这个主席 叫刘世瑜的 他跑到这个 股票交易市场的 一个分部吧 去跟股民 做了一个座谈会 给股民打个气 他竟然说 股市的春天已经不远了 以前我还真没注意过他 挺好玩的 这个人学的好像是水电 后来进修了一个 银行的这个 安全网络 竟然就跑到银行去工作了 那么在龙行 当过书记 当过董事长 人民银行还做过副航 到了证监会以后 他发明了很多名词 或者说外号 野蛮人 妖精 害人精 听得挺好玩 完了以后 他曾经提倡过 或者说倡议过 一种说法 说不管是国企 还是民间企业 甚至是混合所有制的 上市公司 只要党建工作做得好 这些上市公司的效益 就会跟上去 那么可想而知 这么样一个 行政官员 他来监管中国的股市 会是什么样 看到他说的这种 他自己自信满满的这种 春天就要来了 不禁让人连长期 2004年 2008年 两度传闻 要接任证监会主席的 这个黄旗帆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局面呢 已经很被动 党的官员 行政官员 都是把党的意志 强加在这个国家身上 他们一味地迎合 习胖的举动 懂一点经济 甚至 11年市长期间 经历过六任市委书记的 这个黄旗帆 这样的人物 在薄熙来下岗之后 他能平稳落地 晃悠了两年 他又担任过 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 今年一月份 他被一巴掌 删回重庆 担任了一个 普通的 重庆政协委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他明显地 退而不休 他在各式各样的经济论坛上 发表了很多讲话 包括今年五月份的一次 几乎 都是跟宪政权 当权的这些金融官员 打擂台的 他开口就是在 重庆任职 15年期间 他在重庆获得的成功 尤其是在 薄熙来担任 市委书记期间 哪怕是所谓的 唱红打黑 他也保障了 GDP的高度增长 与房价的基本平稳 我们知道一个 讲究意识形态的领导人 在他的领导下 能够保障 城市经济的平稳发展 快速发展 这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跟着党走 跟着习近平走的领导人 都相当的安稳 你搞经济再有本事 他不用你 以前我们听到过一句话 叫你开飞机不用游 老子就是不用你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况 其实呢 国际社会 从去年开始 已经有了明确的变化 尤其是今年 这个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 是一个联动 无论是这个 WTO 贸易 外部的一些压制 包括近期 南海军事上的一些抉择 中共面临的选择 越来越少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曾经经历过战争 被称为封狗的马提斯 即将 离开他的位置 中美 继续博弈下去 连踩刹车的 逐渐 都会退出领导岗位 那么中共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提拔一些 能够搞经济的官员 稳住自己的 基本盘 偏偏要用这些党务官员 来接管全国的政治经济 还有人看过名单吗 包括我们看这个 周小川 他在离职之前 曾经说过 中国极有可能 将会迎来 明思及时刻 将会出现脆断 那么接任他的义纲 也是留学美国的 甚至在美国的大学 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 那么他回国了以后 他还是把他的子女 放在了美国 这样的官员 接任周小川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种种信号 都让我们能明确的看到 中共就没有想过 保持改革开放 他们这次回归到 中共建政之初 完全以一种 有备于中国传统 执政模式的 这么一种方式 来管理这个国家 他们非常希望 能够建立一个 他们心中的理想国 就是一党专制 在任何前提之下 都不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 无论他们遇到了什么 其实中国呢 从来 就没有与国际潮流 相配合过 我们见到一些 懂经济 知晓民生的官员 逐渐地 在这几年 被剥离出领导党 这个国家 在对抗全球 封堵的情况下 完全采取了一种 与社会潮流 与国际社会主流 对抗这么一条路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他们失败 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 因为在他们眼中 如果他们失败了 如果他们丧失了政权 他们将变得一无所有 因为西方主要国家 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在经济上 政治上 甚至外逃的官员 现任官员 安置的在海外的子女 未来将逐渐 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南美 一个是北欧 我们知道南美 曾经庇护过纳粹 很多南美国家 是没有引渡条约的 那么北欧呢 比较讲究人权 保障个体的自由 所以我们未来 会看到很多变化 中国政府历来是两派 现在占主流的是 再数辉煌派 他们始终觉得 他们有能力 重新的让中国走到 与世界对抗 而内循环依然存在 那么他们觉得 发展慢一点可以 没有外国的进口 没有外部的支援 他们也能站起来 他们想创造与 创造出一条 自力更生的道路 来达到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的 这种梦想 可能不可能 这不是我们说的算 整个统治团队 他目前就是朝着 这个方向的发展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帮人 他们是在考虑着 要彻底中国 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 可见 彻底是需要一个 稳定的 中国的国际环境 至少西方国家 不会继续对抗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真正懂经济的官员 有一点实在能力的 往往现在得不到 自己的位置 而坚定地跟着习近平走的 哪怕是党棍 仅仅是党校出来的 这些 如夫人 是吧 就我们说 中国的中央 中共中央党校 是全世界 犯罪率最高的学校 没有质疑 所以看到这些笑话的时候呢 忍不住 总是要说两句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 在我们可以见到的 这个时间段里 党棍将横行天下 中国内部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 有懂得 或者熟悉 国际社会运行的 这么一些规则 能够跟国际社会交流的 这些官员 他们很难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对中国人而说 这是一种悲哀 但是我们宁愿见到 中国现在走的这条道路 它相当于什么呢 它只有进入封电的状态 它才会加速毁灭的进程 我们如果要期盼一个 新中国的到来 那么现在正是事